首先我們考慮第一個問題就是diversity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常見的嘛 所以在leg of diversity的這種狀況 我們會發現直接訓練其實會有大概30%的response 都是非常general或是meaningless 比如說不管他怎麼回應 他就說of course I don't know 好像沒有真的回答到 沒有真的有一個很engaged回應的這樣子的句子 那有一些可能的solution 比如說我們希望能夠透過training跟decoding 然後做一些不同的strategy 那我們後面會稍微提到一下一個叫做MMI的做法 它是maximal mutual information 它的概念非常簡單 我們剛剛是不是希望能夠找出target sentence 它是maximized 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這個幾率 那然而他現在除了要找這個target sentence以外 他還有另外一個conference 他希望我看了sword sentence 產生幾率最大的target sentence以外 我還要考慮看到target sentence 然後回推原本sword sentence的能力 為什麼呢?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general的句子? 就是因為這些general句子它的幾率很大 因為它可以接在任何asset下面 所以呢 特別general這些t它的幾率就是非常的大 然而如果我們讓它考慮另外一個方向的probability 代表我們要從很general的句子 可以成功回推它前面的source 它的幾率其實就會在這邊變得很低 所以我們等於是用另外一個部分來限制我們產生的這個target sentence 不要那麼general 那達到像剛剛我們說的可以讓response 可以有diversity的效果 那當然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也可以透過不同的model architecture來實踐 那接著另外一個也是非常簡單的做法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include更多的data 然後用更大的model 舉例來說我們可以直接借用large scale的pre-training的model 那因為這種large scale的pre-training model 它已經訓練在非常大量的資料集上面 所以它比較不會因為同樣的一個句子 它就找出…它就沒有辦法學到應該要怎麼… 只能產生這種很general的回應才是最好的 那當然還有decoding strategy 那這我們其實在nlg的部分講過 那mni加上去之後它有什麼效果呢 你可以看到它剛剛回應是of course 那現在這個回應就變成of course you can 因為它的input就是cannot have one 然後它後面還會繼續講喔 因為它要能夠讓它可以回推前面的source嘛 所以它就說they are delicious 因為前面有句子是說 make your mouse bother等等的句子 所以你可以發現它加上這樣子的response 它會更specific to它的input 那也可以讓它在回推input的時候它的機率變大 那這樣一來就不會產生那麼general 那麼minimal 你的response也會比較diversity 具有diversity 那另外一種做法像剛剛說的就是用Logic-Deal Pre-training 我們可以藉由比如說BART啊、T5啊 還有許許多多train在大量的dialog上面的data 那來當成我們model的initialize的model 然後呢我們就在我們的target的情境再做fine-tuning 那這樣子一來因為它已經訓練在大量的資料 所以它比較有能力去產生比較具有diversity的response 畢竟它訓練的資料量就是非常的大 那這樣子一來我們也可以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讓model產生句子不會那麼general 不會那麼一致 然後具有比較多的diversity 非常的簡單 那當然除了剛剛的那個encoder-decoder的做法 這種cultural decoder就是generated的做法 就像langue modeling 不管是GPT 1、2、3 它其實都是像這樣子的做法 那當然去面在dialog上面的GPT 叫做dialog-GPT 這也是一個非常well-known的large-skilled model 如果你是在做conversational model的話 就大家應該也都一定會知道 那你也可以考慮要怎麼去使用這樣子的dialog-PT 來當成你的initialized model 來輔助你去產生更diversity的response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我們在說NLG decoding的時候 其實講過非常多不同的decoding strategy 那其實大部分的目標其實都是希望能夠generate一個比較整體的initial probability比較高的句子 那在這邊nucleic sampling它的目標其實是希望能夠產生比較diversified的句子 那它的概念呢 主要是來自於人是怎麼去產生句子 他希望它產生句子其實跟人比較相近 然後他就分析了我們如果做binsearch 是不是我們一次會看比如說top-n的result 然後一直追蹤現在幾率最大的top-n 然後最後呢希望能夠找出整體而言幾率稍微比較大的句子 所以呢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 藍色其實是binsearch 每一個tokenbinsearch它產生的這個幾率 它都會是很高的 然後他就分析了human在產生token的時候 其實呢有很多token它的幾率都是相較之下比較低的 也就是比較surprising的words 所以他就希望能夠模擬這樣子human sampling的機制 那他的想法是 他確認 他先訂一個slash hole 然後呢讓你的token的probability 找出一個set 他大於這個slash hole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我可以產生的這些token的candidate 然後我會從裡面去選擇probability比較低的這些token 然後去當成generate的結果 然後如果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做法 比如說呢在given第一個字的之後 然後他現在可以看到 在這 他 嗯 嗯 如果他的threshold設大概0.94左右 就是有這邊所有的token 前幾個呢 前n個 他的token是這些 然後他從裡面呢 一開始我們正常情況我們是不是就會選這個幾率比較高的就是nice 但是呢像這種情況呢 他就從這裡面的top top top p 選擇裡面幾率最低的就是cat 然後呢第二個時間點就會given的cat 然後呢再去看 發現這時候我的threshold如果是設比如說0.97好了 或者是比如說0.9 然後高於0.9的時候 只有這三個的sum他起來的那個幾率是會高於0.9 所以呢我們就剩下只有這三個token是會變成我們的candidate當成考慮的對象 然後產生的字就會是trans 所以你會發現他產生的最後會發現他產生的句子其實會比較interesting 然後呢對於human的evasion來講其實也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可能會比較接近human在產生的句子 那像這樣子的strategy大家也可以考慮在任何的作業啊或是project上面應用到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呢叫做lake of consistency 我們可以直接看這個例子就可以知道 因為我們的模型是不是訓練在很多不同speaker的data上面 所以模型自然然就會有這種人格分裂的狀況 Where do you live now?I live in Los Angeles 然後in which city? 欸這個city難道是在LA嗎?不是啊完全就是錯的 它的前後根本就不一致 How old are you?一下16歲一下又18歲 那就剛剛講過原因就是因為他不知道這句子 他的semantic是相同的 他只能去optimize這個target sentence的conditional probability而已 那要怎麼解決這個方法呢?這個問題呢? 很多人提出的方法叫做personization 如果我們可以經過不同的speaker 考慮不同的speaker embedding 我們可能就可以透過這個speaker的embedding 然後產生只有這個speaker會說出來的內容 就像是如果這個speaker他住在特定的一個地方 他只會講出這個特定的地方的回答 那第二種做法呢?就是我希望能夠condition在這些特定speaker的一些description上面 所以也會有很多跟這些speaker相關的資料 其實被我們收集起來 然後我們要怎麼在模型 在產生回應的時候利用這些speaker specific的資料呢? 首先第一種做法叫做用speaker model的方式來做 那這是我們的encoder decoder的架構 那其實他的概念很簡單 他是希望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可能只保留同一個speaker他的資料來做訓練 因為這樣子非常的沒有效率 而且也有可能不一定每一個speaker他都有對你足夠大的資料 那我們還是要利用所有speaker的資料 可是我們需要讓模型知道你現在這個回應到底是誰講的 所以假如說在data裡面這一次的response是Rob講的 我們就要加上一個imbedding 然後這個imbedding for Rob 也就是透過一個speaker的imbedding 然後去限制他產生的這個response 是跟這個speaker相關的 那speaker的imbedding是怎麼來的呢? 不用擔心你一開始做訓練的時候 他就random的initialize 只要確保所有是Rob講出來的句子 他的speaker embedding都要tie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對應所有同一個speaker講出來的句子 他的vector會是一致的 那這樣子一來他也會某種程度上的去跟他的回應做一些連接 比如說像Rob他是一個住在英國倫敦的人 所以呢他自然而然就會跟英國倫敦這些詞彙是比較接近的 那因為在原本的imbedding上面 英國倫敦跟倫敦本來就會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這些speaker 也可以跟他對應的這些personalized的資料更加的upline在一起 那我們在做decoding的在做inference的時候 我們given一個input 我們其實只要指定任何一個speaker 我們就可以讓他講出那個speaker會講出來的話 因為只要我given了這一個rob的vector 他對應的這些location的這些imbedding 可能都會是這個rob他居住的地方 那當然你也可以只要給fix對應的這個speaker的vector 你就可以確保他產生出來的response都是具有consistency的 那你會發現左邊就是原本inconsistent的狀況 那右邊是consistent的狀況 就是我們加上這個speaker embedding 他就自然而然可以回答出 I'm from England I live in London 這樣子非常正確的回應句子 然後歲數也會一樣 就算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問他 他也都可以不會人格分裂 那剛剛說的第二個做法呢 就是透過personalization的資料 比如說我們這邊有一個很有名的資料 叫做persona check 那他這個persona check 就是他上面會有這些human 他自己列出他的一些個人的 比如說興趣啊或者是資料 那他就會透過這些他的personize的資訊來進行聊天 那我們也希望這樣子的模型 他能夠考慮到這個person 他個人的特質跟他的喜好 然後去產生比較符合這個user 應該要講出來的這些內容 然後不會造成inconsistent的狀況 那做法呢 就是一樣我們在decoding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剛剛說的這些personization的資料 來調整我們的response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我們就只要在比如說我們有一個GPT 我們就只要find to我們的GPT 把這個personalized的資料 feed的進去 當成他的一個given的condition就好了 所以呢 我的資料就是把這些persona的information 變成是sequence 然後把它feed進我們的這個GPT上面 然後就given我們的persona 我們的history 然後讓它產生對應的response 所以它就自然而然的會find to 考慮我們的personalized的資訊 好一切 我們就先轉 一切 我們就轉 我們就先轉